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工程竹地板设计的 并且有各种样式 规格尺寸 那么如何选购竹地板呢 今天我们就向您介绍一下 1.竹地板特点 竹子被认为是一种环保产品 竹子无论是看 摸 切 闻都像木头 但竹子不是木头 它是草 竹子比大多数硬木 包括风木和橡木密度更大 因此非常适合用作地板 竹子有几个独特的品质 一方面 它具有非凡的柔韧性 使其能够承受遁机 而不会凹陷或弯曲 这一特性超越了大多数硬木材料 竹子除了具有超强的弹性外 还出奇地坚硬 它的Janka等级约为1800 比白橡木1360和风木1450硬得多 2.竹地板种类 竹地板有四种主要类型 实线水平竹子地板 实线垂直竹子地板 竹线编织竹子地板和工程竹子地板 一 实线水平竹子地板 实线水平竹子地板作为是最广泛的竹地板类型之一 是通过将大竹条干燥 将这些较大的竹片切割 并切成更小 更薄的竹条 然后将这些细竹条粘在一起制成木板 如果水平竹地板被划伤 一般这种类型的竹地板可以多次修补 以接近原始外观 由于竹子的自然颜色较浅 因此竹条有时会被染色 有些会经过碳化过程 在实线水平竹地板上 您仍然会看到竹节的痕迹 这种竹地板的外观可能与竹子在自然状态下的外观最接近 二 实线垂直竹地板 实线垂直竹地板 与水平竹子地板有很多相似之处 将较大的竹杆 切割成较细的条带的初始过程基本相同 主要区别是这种类型的竹地板 不是在水平方向粘合竹条 而是通过垂直粘合竹条制成 由于垂直方向 您会发现垂直竹地板几乎不存在与水平类型竹地板常见的节点 垂直竹地板与水平竹地板一样 如果被深度划痕损坏 大多数垂直竹地板可以多次修补 三 竹编竹地板 竹编及竹线编织 是通过研磨或切碎竹子以拉出纤维而制成的 就是将竹材料与粘合计结合 然后在高温下编织并压在一起 这种类型的竹子地板更坚固 更耐潮 竹编比其他类型的竹子密度高二到三倍 适用于有宠物和孩子的家庭 以及厨房等区域 四 工程竹地板 工程竹地板外面是竹子 但核心是不同的材料 工程竹子的感觉和外观与普通竹子一样 在制造过程中 一层薄薄的竹子粘在一层较厚的混合木材上 工程竹地板的顶层有竹子的感觉 同时在基层或基础层提供一些额外的耐用性 顶层也称为耐磨层 由竹线编织而成 工程竹子具有更好的防潮性并且容易安装 三 竹子地板规格和颜色 无论您购买哪种类型的竹地板 竹地板的厚度通常为1分之1至5分之5英寸 宽度为3至1分之1至7至1分之1英寸 它的长度从36到72英寸不等 虽然竹子的纹理图案和自然颜色都相当微妙 但竹地板有50多种染色颜色 从柔和的雪松色调到明亮的红色和绿色 四 竹地板价格 竹地板每平方英尺成本约为3至9美元 它被认为比硬木更容易安装 并且通常适合DIY 它通过胶盒或定在底层地板上安装 专业安装每平方英尺增加3至5美元 五 竹地板的优缺点 竹子通常被认为是硬木的物种 因此它与硬木具有一些相同的优点 豪华地板易于维护 可以修补 但是竹子有许多独特之处 六 竹地板的优点 一 它比最硬的硬木更耐用 不会被宠物爪子弄凹 二 它价格实惠 您可以获得优质的宽木板和长木板 而硬木的成本通常是它的两倍 三 由于再生速度快 它被认为是环保的 四 它是一种天然产品 所以它有美丽独特的木板 每个木板都不同 五 它有多种颜色和表面样式可供选择 豪华外观 提升任何房间家庭的价值 六 它在脚下温暖 并提供与硬木相同的舒适感 七 由于其密度和韧性 与硬木相比 它需要修补的频率要低得多 八 时尚的地板 对于喜欢现代装饰的人来说 竹地板具有干净 现代的外观 九 竹地板易于清洁 七 竹子地板的缺点 A 长期曝晒后都可产生反翘变形现象 水泡损坏后不可修复 B 有些竹地板是在海外制造的 可能含有释放甲醛 建议选购 以获得林业管理委员会 FSC认证的竹地板产品 八 哪里适合使用竹地板 竹地板用途广泛 任何使用木材的地方都使用竹地板 竹子是厨房 卧室 浴室 浴室 甚至地下室的绝佳选择 但必须确保遵循制造的说明 例如仅在地下室使用工程地板 您将拥有一个经久耐用的漂亮地板 今天的节目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